阿富汗一夜變天 拜登強調撤軍是正確決定 美撤軍一帶一路風險劇爭 中共走入帝國墳場 疫情洪災齊襲大陸 李克強下令聘就業 北大河會議剛剛結束 兩日七名高官落馬 吳亦凡被正式逮捕 最重可判死刑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8月18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塔利班武裝分子8月15日 攻佔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阿富汗將重回2001年前的塔利班統治時期 8月16日 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就阿富汗局勢 發表講話 他堅持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是一個正確決定 拜登表示 20年來 他意識到 永遠不會有從阿富汗撤軍的好時機 而阿富汗政府和軍隊面臨塔利班的進攻 迅速崩潰 更證明美國撤軍的決定是正確的 據悉 美國決定從阿富汗撤軍 在2020年2月 當時特朗普政府和塔利班簽署撤軍相關的和平協議 前提是 塔利班承諾和阿富汗政府在赫布爾舉行和平談判 不攻擊美國和損害美國的相關利益 不支持蓋達組織 阿Qaida等團體對付美國 特朗普8月15日 在塔利班 獲取阿富汗政權後 發布聲明 他指出 拜登允許在阿富汗發生現在的事情 是美國史上最大失敗之一 特朗普還呼籲拜登總統辭職 外界認為 戰略上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名字之舉 但在撤離的戰術上出現諸多失誤 對此中共官媒嘲笑美國蒼黃撤離 有分析人士表示 中共在嘲笑美國的同事 由於此前一帶一路的投入 下一步中共無法指不硬著頭皮 與塔利班打交道 而塔利班與中共有絕相同的邪性基因 能否擺脫阿富汗帝國墳場的魔咒 是中共避不開的頭痛事 在YouTube擁有70多萬粉絲的名人文昭分析 美軍從阿富汗撤軍對周邊國家的禮蔽時表示 美軍在阿富汗20年 到2011年擊斃拉登之前的10年 美軍在阿富汗從軍力和經濟上的付出是必要的 但2011年之後的10年 主要是周邊國家是受益者 包括中共在內 而美國幾乎沒有受益 因為2011年擊斃拉登標誌著 進駐阿富汗的任務完成 繼續留在阿富汗已經沒有意義 沒有撤軍明顯是當時的奧巴馬政府的失策 文昭分析指出 塔利班是穆斯林的遜尼派 控制阿富汗之後 因為宗教的分歧 會向輪郭集業派的伊朗製造事端 導致中亞西亞發生動盪 令中共的一帶一路處於風險中 塔利班在控制阿富汗以後 他向伊朗這邊滲透搞襲擊 可以說是非常大概率的事情 從宗教上的衝突 還有地緣上 歷史上都是這樣 所以塔利班重新控制阿富汗 從中亞到西亞線路動盪是難免的 那麼一帶一路 中共的那個一帶一路項目 就會線路非常大的風險 這是當前讓北京很鬧心的事 中共的官宣上和社交媒體上 是一片對美國冷嘲熱諷幸災樂禍之聲 美國這邊是失了面子 但是不傷理子 北京自己知道 它其實是要去承擔後面沉重負擔的人 文昭說 塔利班組織的成員 是不同利益部落聚在一起 令他能夠湊在一起的核心 就是激進的原教子主義 但是現在的領導人並沒有絕對的權威 能不能夠掌控阿富汗全境還需要觀察 他指出 塔利班各部落在利益上存在很大矛盾分歧 一帶一路在這樣的背景下風險極大 經濟就會有增長 那麼其他部落就會惱了 你中國為什麼不給我投資呢 這幾個部落靠著這條鐵路線發財了 有錢了以後招兵買馬 鳥槍換炮 他不把我給吞兵了嗎 不行 那我就不能讓你這條鐵路修得這麼順利 他就會有這個問題 大家看為什麼中國在巴基斯坦的水電項目 工程人員的搬車受到了襲擊呢 就是巴塔幹的嘛 巴基斯坦塔利班幹的 他就是不想讓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起來 巴基斯坦政府更有能力來收拾自己 所以他就會搞破壞 文昭說 美軍撤出之後 中共的一帶一路 逼著要面對這樣的民情 和複雜的社會結構 中共現在是相當為難的 塔利班奪取政權以後 中共是他唯一可以指望的外援對象 塔利班的最大法馬就是在新疆問題上的配合 北京你給不給我援助 你給的話我就承諾 不讓我的那些什麼聖戰士向新疆滲透 你要不給我就滲透 但是你真的給他援助或者投資了吧 又捲入了當地的矛盾 所以北京其實是很為難的 文昭表示 中亞出現動盪 必然涉及中共 如何保護投資利益的客觀要求 根據動盪程度 有可能涉及軍事介入 一旦這樣做 在中亞就會與俄羅斯出現矛盾磨擦 美軍撤出會讓中俄之間的關係起微妙的變化 他們倆就得直接打交道了 原來美國在中間塞進去還是個緩衝層 我上個月在會員網站文昭點CA有一集節目就講到 美軍撤離它客觀上有疑惑的作用 就是轉移災禍 你疑惑兩個字 把這塊是非之地扔給中國 你們兩家去爭吧 我不玩了 阿富汗是有名的帝國粉場 誰進這個坑誰倒楣 美軍進駐阿富汗的20年 中共在阿富汗受益匪錢 習近平的國師金燦榮曾用了一個形象說法就是 美國出錢出人出槍 在阿富汗幫我們維穩 我們在阿富汗搭順風車去擺攤搶生意 而且連管理費都不用交 不過現在美國撤出 中共少不了需要向塔利班輸送利益 能否滿足塔利班的胃口 是外界關注的一齣戲 當前中共政權正成為國際的關注焦點 周邊國家都在警惕中共 印度總理莫迪8月15日發表獨立日演說時 暗指中共的擴張主義 Expansionism 是印度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 將採取一切措施加強印度部隊的能力 莫迪發表了長達88分鐘的獨立日演講 他提到印度正在勇敢對抗恐怖主義和擴張主義的雙重挑戰 印度斯坦時報Hindusan Times表示 莫迪指的是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主義和中共在拉達克的侵略政策 莫迪說今天世界正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印度 這種看法有兩個重要方面 一個是恐怖主義 另一個是擴張主義 印度正在對抗這兩項挑戰 也在以克制的方式做出強有力的反應 莫迪強調 政府將鼓勵印度企業加強國防領域的自主研發 他也提到印度第一艘本土製造的航母 維克蘭特號、Ins Vikrant、印度自產的輕型戰機和潛艇等 強調這些項目突出了印度的本土製造能力 中共總理李克強8月16日表示 中國近期遭遇洪水和中共病毒疫情相重夾擊 要繼續穩就業 8月16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李克強坦然未來5年中國就業壓力依然較大 要繼續將穩就業擺在首位 推動多渠道靈活就業 要強化創業帶動就業 推進新商業模式 增加就業崗位 靈活就業是中共發明的一個新詞 可以解釋為無固定工作 處於不時打零工的狀態 李克強在7月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曾表示 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到2億多人 他們之中大量是農民工 有些一個人打幾份工十分辛苦 李克強還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密切跟蹤經濟走勢變化 穩定外貿外資增強市場信心 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不過中共當局近來以各種理由對中國網際網絡巨頭 教育培訓機構 網絡遊戲等行業下重手 導致股市震盪 投資者成為經攻資料 在中國投資已有20多年的軟銀集團 日前公開叫停在華投資 釋放外資對中國市場信心不足的信號 前青海省政協委員 民營企業家黃瑞琴對自由亞洲表示 軟銀暫停在華新投資突顯資本市場對中國市場的擔憂 考慮到中國市場的不可預測性和中共政府的現狀 一些海外投資者採取觀望態度 而更多人已在撤資 另一方面 習近平似乎還在應對各方勢力對他權力的挑戰 李一強現身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標誌著北大河會議的結束 會議剛結束 北京當局連續兩天處理7名省部級高官 8月16日 中共中紀委官網通報4名省部級高官被處理 這4人分別是貴州省政協元黨組書記黃富玉 甘肅省元省委常委 常務副省長宋亮 青海省人民檢察院元黨組書記檢察長蒙永山 以及山西省公安廳元廳長劉新雲 根據公告 相述人員均被指控貪腐罪名 而在政治罪名部分 黃富玉被控搞兩面派做兩面人 劉新雲被指搞團團夥夥 結交政治騙子 緊接著8月17日 又有3名省部級高官被處理 分別是山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新喜 原中國國電集團公司副總經理謝祥坤 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彭波 時政評論員李燕銘分析 北大河會議剛剛結束 就有7名省部級高官被密集查處 折射出中共高層激烈的內鬥 還在不斷上演 大陸演員張哲瀚遭中共全面打壓 目前張哲瀚除了所有品牌的代言被終止合作 他的微博、百度等多個社交媒帳號遭到全網封殺 日前有官方背景的中國演藝行業協會 要求旗下會員對張哲瀚進行從業抵制 張哲瀚幾年前曾去日本參加友人婚禮 並去靖國神社觀光拍照 近日這些照片被網民挖出 隨即遭到小粉紅群起攻擊 8月13日張哲瀚雖然出面道歉 但中共黨媒央視、人民日報、軍報、環球網 共貞團中央等對他全面圍剿 發文批評他無知 說他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短短兩日時間 張哲瀚的27個商務代言品牌遭到解約 他參加參演的影視、綜藝節目 也紛紛和他停止合作 8月14日有網友爆料 張哲瀚的影視劇也可能會下線 包括山河令、如意方菲等影視作品 8月15日中國演藝行業協會發布公告 要求會員單位對張哲瀚進行從業抵制 8月15日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發長文批評張哲瀚 8月15日下午 中國文化管理協會網絡文化工委說 對張哲瀚和張哲瀚工作室的處理 也不應該止於禁言 隨後張哲瀚和他的工作室的微博被封殺 微博的個人帳號 張哲瀚工作室帳號 以及張哲瀚超話已被關閉 隨後張哲瀚的百度帳號、抖音帳號、網易雲帳號 亦相繼被封 對於張哲瀚事件 有網民表示共產黨只要捉著一絲絲的機會 就可以任意上綱上線發動輿論打倒明星 劫略明星財產 這個與打討號沒有區別 只不過打的是娛樂界明星討號 加拿大籍人氣明星吳亦凡 因涉源強姦罪被正式逮捕 8月16日晚上 北京朝陽公安分局通過官媒宣布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 經依法審查 對犯罪嫌疑人吳亦凡 以涉源強姦罪批准逮捕 在中共警方正式批捕吳亦凡後 中國以藝行業協會迅速通過官媒發文 要求藝人及經理人公司 以吳亦凡案為界 殺雞儆猴的意味明顯 根據中共刑法 如果吳亦凡罪名成立 罪重可以判死刑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是雪兒 明天見 我會犯罪 今天才會犯罪 只有她才能 森子 敦 我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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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已來